字幕提供 哦好我喝好水了 好剛才忘了講了 所以我們剛才有說這個 數中心的距離就可以 知道他們是不是互補嘛 數數看 1 2 3 4 5 6 7 所以兩個中心點距離是7個 所以是互補沒有錯 好所以 拿方塊來組成長方形 這個有沒有 讓你想到什麼東西 這個應該大家都有看過 這是什麼 這是在組什麼 有沒有很眼熟 哦 有沒有看過 這是那個 perfectclear開廠嗎 pc開廠嗎 perfectclear 拜託一下 大家這個perfectclear pc 全消 好 是perfectclear啦 不是perfectclean啦 又不是有潔癖 OK 好 clear OK 謝謝謝謝 好 所以 那這是 這是用方塊組成一個4x10的長方形嗎 那是不是也 也跟剛才 講的一樣是一定要有兩個T呢 那我們來疊疊看 所以如果我們 呃 用其他方塊塞下去 正常的話 你看 的確 又出現了一個T的形狀 可是呢 有時候 呃 其實也不是說 每一次都要用 又 呃 那你第二代的第三個方塊都 一定要有T才可以嗎 那也不一定 對 如果我們先放個O 再L 再I 欸 成功了 perfectclear pc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說要有兩個 呃 偶數的T嗎 所以呢 這個 這是 呃 除了 除了用T方塊唯一一個 呃 可以 改變這個 黑白格子 平衡 的方法 那就是 呃 像這樣子 削去夾乘 削去夾乘 你看 你看這個L就被 就被那個 呃 腰斬了嘛 好 上下變成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 在這個黑白格子再畫出來的話 我們就看到 欸 這個L變成 最後變成是覆蓋了三個白色 那是因為它被切開來的關係 所以 呃 數數看我們就看這裡有本來有七個白色 五個黑色 然後 我們另外一個想法也可以說 呃 這一次消行 消在中間這一行消掉 這一次呢 呃 改變了 那個 黑色跟白色的平衡 所以 呃 剩下來的是四個 黑色跟四個白色的空間 那我們就可以用正常的 呃 其他方塊來 呃 來填滿這樣子 呃 好 所以 我想現在應該是時候了 齁 就是 來我們來講一下 呃 為什麼我要用 呃 基偶平衡這個詞 因為 你看 呃 T方塊的基偶 呃 基偶性這個 這個 組合長方形 要用 偶數個T方塊 才能完成 這個東西 呃 基數偶數方面 大概就到這裡為止了 齁 接下來好像跟 什麼東西的基數跟偶數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呢 呃 呃 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是 像這種白色格子跟黑色格子之間的平衡 就是我所說的基偶平衡 呃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可以用基數偶數呢 讓我 呃 這我要 我要暫停一下 讓我來準備一下 齁 好 繼續繼續 所以呢 我把這個黑白格子 齁 站了黑白格子之間的平衡 叫做基偶平衡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覺得這樣子OK 是因為 好 假設我們現在你看這邊有一個黑白相間的格子嗎 呃 可以很大 然後我這邊只是取了9個格子 好 所以我們從左下角開始往 給他一個坐標好了 好 所以 最下面這個是00 好 然後往右的話就是 呃 這是10 然後這是20 然後往上的話是01 02 然後這邊是多少 這是11 呃 這是多少 21 這是1 這是1 1 1 2 跟22 齁 XY坐標這樣的感覺 好 所以 呃 所以你看 呃 如果看黑色格子的話 我們把兩個 坐標相加 0加0是0 1加1是1 呃 1加1是2 2加2是4 0加2跟2加0都是2 所以你看 如果我們把座標相加的話 所以 黑色的格子呢 都是 偶數 那白色格子都是基數 這是3嘛 3跟1嘛 所以就好像說他們 黑色的都是偶數格 然後白色都是基數格這樣的感覺 所以說我覺得 我們可以把這個 格子之間 兩種格子之間的不平衡 我們 平衡我們可以 我們把它稱為 既有平衡 好這個是 呃 這個是我自己發明的東西 所以 聽起來 很胡扯的話 也是沒有關係啦 好 反正我是這樣用就對了 好 所以 呃 那這個黑色跟白色的平衡 在我們實際玩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呃 所以 我們如果 疊 一些東西 好 場上疊了一些東西 然後 怎麼樣會有不平衡的情況 那 像是說 我們從這裡開始疊好了 然後我試著 覆蓋 紅 覆蓋白色比黑色多 好 好 那 那 那我要蓋 白色 我要多蓋一點白色 可是我又不想疊出空洞 好 白色所以 我都是 呃 往上一直到 白色為止這樣子 然後我不蓋下一個黑色 那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如果我覆蓋很多白色 好 白色跟黑色之間不平衡的話 那我最後都會 變成鋸齒狀 好 你看整個 整個 這個頂都是鋸齒狀 然後 你 我剛才這樣按你就看到 好 因為我都不去蓋下面那個黑色 直接下來那個黑色 所以 我覆蓋的這個 這些東西裡面呢 白色 大過黑色很多 那這樣的不平衡 反映在 它 場上最頂端的 這個鋸齒狀 所以這鋸齒狀跟這個黑白 這個 呃 既有平衡 有很大的關係 那 那你應該可以回想起 我剛才說的 一開始說的結論了 就是這個 T方塊是唯一可以改變 呃 這個 轉換 平坦跟鋸齒狀 所以你 你可能可以 開始 呃 了解它的意思 好 所以 呃 那 T方塊所造成的鋸齒狀 最大的影響呢 是如果我們把 疊的區域縮小 好 像 像這裡 如果我們把它縮小為4列 我們只疊4列的寬度 呃 那4列的話 呃 好 我們先 我們先開始疊好了 我們如果放一個T下去的話 放一個T的話 你記得 這就是 呃 T因為 它 一個T的話它就會造成 呃 既有不平衡 所以現在是一個既有不平衡的狀態 那 在這個場地上面我們有什麼容易放下的方塊呢 那 那 因為它是鋸齒狀嘛 所以就是S跟Z 那如果我們就放S跟Z 那我們看還能放什麼 還是只能放S跟Z 我怎麼放 都好像都只能放S跟Z跟T 我故意不放T的話 我就只能放S Z跟I 好 那我們再試一次好了 可能我們第一次T放的不好 好 我們放成這樣子好了 這樣我們還可以塞個J下去 耶 好 不是只有S跟Z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能放什麼 我們只好放I 我都不想疊出空洞啦 所以 這是我唯一可以放的方法 我都不放T的話 我就只能放這種 只有S跟Z 還是只有S跟Z 都一直是鋸齒狀 我不管怎麼疊它的鋸齒狀都不會消失 所以一直都是鋸齒狀 好 所以一直都是鋸齒狀 那我們 來看看如果 如果 我們不放T的話 我們可以放O 可以放L I S 這個 J J也可能可以放了 好 所以這個可以放的東西的可能就 就變得比剛才要多 好 而且會 最後會變成平坦 就是不放T的時候的狀況 然後都沒有看到像剛才的鋸齒狀 好 平坦 好 那如果我們 那再看下面這個例子 好 第一個T是這樣子 我故意這樣子放J 我可以放個別的東西 我可以放一個J 可是之後又是都是鋸齒狀 所以我又是變成只能放S跟Z 好 如果我現在來第二個T呢 第二個T 一放下去以後 誒 這個形狀馬上就改變了 這個O OJ OJ 突然就都可以放了 而且就是變成平坦 那就是因為這個T方塊跟第一個是互補的 所以 第一個T造成場上的機有不平衡 第二個T呢 就把那個不平衡給矯正了 然後 然後你也看得到 只有T可以這樣做 好 所以 這個疊四 疊四列 讓你想到什麼呢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那沒錯就是ST Stacking ST Stacking 有分三個區域 一個是做T轉的地方 一個是中間規律的排法 然後最後就是剩下的四列 那我開場的規則呢 其中一個就是我要用偶數個T方塊 那就是這個的關係 如果我們用激素的虛方塊的話 那它就不會 它就會 它就會 鋸齒狀很嚴重 然後 東西都很難放這樣子 喔 好 好 休息一休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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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